再来看到天气强烈冷气团发威全台激动 全台各地呢今天都创下了今年入冬以来的最低温 凌晨大屯山的气温更降到零度 连观景台周围的草木呢都结满了冰霜 我们一起来看看 全台气温零嘀嘀 位在台北市的阳明山整片山头雾蒙蒙 虽然没降下锐雪 但在凌晨大屯山雷达站气温降至零度出现几双现象 大气中水气如果比较蓬沛 加上温度在零度左右的时候 在空气中很容易出现各种比较固态 或是譬如像有人觉得是雾松等等的这种结冰 甚至结冰的现象 寒流带来雨量气温又低 让在台北民众纷纷上山翔一度雪国 气象局表示今年入冬最低温出现在新竹 只有6.9度淡水7.1度台北7.8度 台南也只有9度低温 等于整个台湾呈现一只蓝色番薯 泛水雨势让体感温度更低 周四虽然温度会逐渐回升 但在星期五又有新的强烈冷气团要报到 星期五以后又是另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目前资料显示温度要回升要到下礼拜 气温溜滑梯也造成全台不少人猝死 截至目前为止 双北疑似气温变化送医的有15人 提醒有心血管气喘名障要特别小心 别忘了多穿衣物注意保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导 initialization 視像